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有人知道这首诗是诗人顾成在睡梦中完成的 顾成往往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梦当中就得到这些诗句了 他枕头边上放着这些铅笔 睡梦当中醒来以后忽然出现这个诗 他忘了醒了以后可能就忘了 他就把这个诗写在墙上 他的墙上 他的枕头边上涂满了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6年9月24日 顾成出生在北京 童年的顾成对眼中的世界充满着好奇 他开始用诗描绘眼前的一切 196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12岁的顾成和在《解放军报》搞诗歌创作的父亲 拍下了这张照片 《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 我那时候编的都是 几乎都是政治口号的诗 出现个雷锋 叫写手雷锋的 出现个欧阳海 出现个王杰 一个整版一个整版的诗 都是我写的 都是紧密结合的时代 歌颂当时的英雄 歌颂当时的英雄人物 所以很自然的 跟以后顾成的诗 是有很大的不同 顾成的第一首诗《松塔》 写下这首诗的时候 顾成那年八岁 他每天一放学 西志门小学跑到 我们在西志门的那个 大楼住的那个宿舍 他在上那楼的时候 一边从楼底跑 一边就说 巴巴巴巴巴 我又想出了一首诗 我又想出一首诗 每天放学 他都想出一首诗了 然后从我们住在三楼 从一楼跑到三楼 推开门气喘吁吁的 第一就把他的诗背给我听 我是诗歌的源泉 甘美的泉水就是我的诗篇 顾成每天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享受着诗的甘露 与家的温暖 1966年北京 1966年北京 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是住苏联专家的 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 那房确实是很高一点 三层窗子 一层纱窗 两层玻璃窗 故城就透过那窗子 就看见我们的街对面 有人贴 那时候到处都贴大标语 大字包啊到处都在贴 故城就看见有人贴个大标语 反正是 反正那时大标语都是什么 毛主旧万岁 文化大革命万岁 那样的标语 那个人贴的时候 一块一块那纸 也不知道怎么叫贴颠倒了 然后呢 走过路的人都 那时候是好 也可以说是政治嗅觉特别高吧 一看 贴反了 什么谁的万岁 什么贴反了 就把那贴标语的人 刷江湖的人 大家围上来 就连踢带打 啊 顾城就在窗口那儿 看着我们住在三楼 顾城看着 吓得不得了 一九六七年 一伙红卫兵冲进了顾城的家 抄家的时候 我再上班 就顾城一个人在家 顾城就眼巴巴地看着 把所有的书都给抄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回家 顾城说我们家没书了 那是顾城太年小学三年级 我说 看看窗底 放的书还有没有 我跟顾城俩人就爬在床那儿 地板上 一看窗底还留下几本书 如获之宝 由于顾宫是诗歌创作的能手 当时负责解放军报工作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娜提出 顾宫继续留经 北京不必下方 布城首先提出了 说我们不在北京了 下方到哪儿去都可以 北京啊 那个我刚才讲的 那些文革当中 那些残酷的景象 给顾城太深的印象了 他说我要回到大自然去 我要到农村去 我要跟这个大自然万物生命 飞禽走兽生活在一起 我不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 1969年的秋天 顾城一家下放到山东昌一县火道村 12岁的顾城就此辍学 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学校读书 搞诗歌创作的父亲顾宫 也放下了手中的笔拿起了竹边 这火道村呢都是些烂衣房子 老百姓也很贫穿 后来农场的厂部呢 就让我们住到一个农民的家里 厂部说你来做什么好呢 我说我服从分配 厂长什么的都不错 他说你大城市来的 你就养养猪吧 我说行啊养猪就养猪吧 农场 部队的农场 有个比较大的猪圈 我就去养猪圈 每天带着顾城 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 顾城就早早起床 跟随父亲烧猪食 远离了吵闹的北京 与动物和自然如此亲近 顾城内心充盈的是一种久违的快乐 父亲每天都能看见儿子那张俊朗的笑脸 每天为这些猪呢 慢慢的跟猪也搞熟了 这个猪我们都给它起了个名字 这头猪叫猪八戒 这头猪最爱吃了叫饿死鬼 这头猪是这个猪圈里头的岁数最大的 就叫它老祖宗 我们给每个猪起了个名字 每到给猪喂食 是顾城最开心的时刻 他常常一边高兴地 看着猪儿们疯狂地争食 一边与父亲对食 我就觉得我们家就像沼泽里的鱼 我说沼泽里的鱼 顾城说 对了个种枪弹的燕 种枪弹的燕 我说对的不错 一个鱼一个燕 可是对的不太工整 沼泽最重担 我说这不工整 应该对枪弹比较合适 所以完了俩人还用笔给寄下来 记下了以后 烧完猪食为猪 网完了以后 这些不能留下 文化大革命当中 你留下任何字什么的 将来都可能 从当中找出什么茬来 都成为一个什么罪证 马上就给烧了 我跟顾城说 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的读者 年幼的顾城 思索着父亲的话 回忆起曾经看到的一切 此时对顾城而言 诗歌带给他的 也许不仅仅是快乐 还有成长 这首无名的小花 是顾城十四岁时写下的 那时的顾城 就像自己笔下的 一朵无名的小花 经历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绽放 天暖和一大眼的 我们就把这猪呢 我跟顾城俩人就放猪 把猪放到猪圈外头 放到围河边上 天更暖和点了 我们俩就开始在围河的游泳了 游完泳 俩人父子两个 水淋淋的赤条条的 就躺在那个沙滩上 就那么晒着太阳 顾城呢 就拿手指头在那个沙地上 写诗 当时我印象就很深 太阳 烘烤地球 像烘烤的一块面包 当中还有说 太阳是我的欠夫 我又和那船呢 拉欠 欠夫 太阳是我的欠夫 每天拉我走过 24小时的路程 我一看了 我当时就很快给他涂掉了 我说这 是你别留言 你别留言 那时候你知道吧 太阳你就不能随便提 毛主席是红太阳 好 太阳是我的欠夫 这将来拿出来都是大罪证啊 那是一段艰辛的日子 顾城与父亲每天远远地听着渤海的掏声 在艰辛中体味着自然与诗带给他们的痛苦和欢乐 顾城也许并不清楚父亲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而面对天真灵气的儿子 故宫的心中更多的却是忧虑 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诗人全都揪出来了 有的诗人都打得死去活来的 包括著名的诗人什么的 全都揪出来了 当诗人有什么好 太可怜了 假设说我的儿子长大了成为一个诗人 他不会怎么样 1974年的北京 喧闹仍在继续 故宫一家被允许可以回到北京了 这一年 刚满18岁的顾城将要告别生活了五年的火稻村 临出发前 他来到维和滩头 珍藏下一捧曾经让他写下诗歌的沙图 被一同带回的还有三合生物标本 和五年间姐姐帮他整理出的两本诗集 《无名的小花》与《白云梦》 我们回北京我住在平安里 就是《解放军报》在过去的宿舍 办公的地方 平安里三号 平安里三号堆过有个小胡同叫厂桥 厂桥里头有个服务所 有个木工房 胡承说 我就当木工吧 我就到服务所去 为人民服务 1974年 顾城成为北京市西城区 厂桥街道服务所的一名木工 挖树 拉锯 袍木 是他每天必做的工作 而这一时期的顾城 每天还有一件事情必做 那就是读书 写诗 每到深夜 顾城屋内的灯光总是很晚才会熄灭 回到北京以后 我们被抄家的书 反正陆陆续续的退还了 退还给我们 那个时候能读到书 对于故城来说 可以获得了新的生命 新的营养 他什么书都读 都要退回来来出 文学的 古典的 外国的 政治的 都读 马克思主义 他也读 社会经济学 他也读 他读了这些书以后 他立志要做一个 劳动创造天下的劳动者 1976年 大地的震产之后 人们迎来的是久违的欢腾 本学四人帮以后 好多文化馆都出了一些 文化馆出了自己的刊物 西城区文化馆也出了自己的刊物 这样的话呢 故城就发表了生命幻想曲 1979年 故城在杂志《蒲公英》上 第一次发表诗歌作品 这也是人们最早读到的这首 《生命幻想曲》 正如故城所说 生命幻想曲对我是重要的 从那一刻起 我知道了人的生命和万物的生命 是共通的 当一只鸟沿着河岸飞走的时候 我就成了他的幻影 故城那时候 诗心大发呀 白天也是想着诗 做木工的时候 一边拉大句一边 脑子想着诗 晚上睡觉 朦胧当中 醒过来也是写着诗 《生命幻想曲》的成功 给了故城巨大的力量 从此他更加发泛地创作 他立志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 他想要更多的人读到他的诗 故城呢 全国各个杂志的名字 叫他姐姐都抄给他 然后都写在信品上 他写了诗以后 故城 抄好了以后 就装到那个信本 也不管这个刊物的大小 你是人民文学也好 你是下边的一个小县城的 一个小杂志也好 故城也不管 反正写了诗以后 没有什么贫贱高贵之分 就装在一个信本就投出去 那个时期 故城每天都要骑着单车 和姐姐往返于家与幽剧之间的路上 投寄他的诗作 除了新创作的诗 童年时期的很多作品 也被陆续发表 为人们熟悉和喜爱 我也认为他写了那么多诗 他姐姐保存起来 好好保存下去也就算了 没有想到诗有这样出头之日 从来没有想到诗还能够发表 终于诗发表出来 而且故城是轰动起来了 故城的家经常会有一些 喜爱诗歌的青年人登门拜访 而这样的景象 是写了一辈子革命诗歌的父亲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1980年7月 专门刊登诗歌的杂志《诗刊》 从一千多名应征者中 选拔出17名年轻人 举办了第一届青春诗会 故城名列其中 这多少也算是一个标志 故城由一名木工师傅 一跃成为了万人瞩目的诗歌英雄 是诗歌改变了他的命运 成就了他的诗人梦想 也铸造了他的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故城于1980年发表的一首小诗 《远和近》 与他以往备受赞誉的诗作相比 这首诗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 爱卿举例举了五六种 爱卿就最后在文章里就对故城提了个问号 他说一首诗竟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自己本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面对争论甚至非议 故城心中只希望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表达的天空 而作为老一辈革命诗人的故宫 对儿子唯一想做的就是将他推向革命时刻创作的轨道上来 为此故宫带着故城去了重庆的白宫馆渣字洞 而当故城走出渣字洞 看到嘉陵江边的鹅卵时 故城含泪写下了江边堆积着巨人的头颅 我当时我就说 你这写得太伤感了吧 你为什么不能够用一些更美的 更好的词句来写呢 比如说你不要写巨人 滚动着巨大的巨人的头颅 这个形象就给人一种非常恐怖的 非常压抑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能把它想象成是许多额暖石呢 最低是许多额暖石 这形象不是让人看更大的美感吗 故事当时就不 我不能这么写 我不允许我这么写 那天父子二人在滚滚的嘉陵江边争论了许久 直到沉默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 父亲故宫开始尝试着了解儿子的心 1980年 故宫在诗刊上发表文章《两代人》 其中深情地表述了一位父亲 对儿子态度转变的心路历程 《两代人》我的文章的后半部 让人家就觉得好像来个大转折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我的轨道是不可能的 我就不是 我的文章后的音 那好多外国的西方的一些诗人 哲学家 他们写的都有各种风格流派的 为什么中国只允许一种风格流派 只允许像我这样的诗 像我们这代人这样的诗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应该的 1987年5月 顾承携妻子谢叶赴欧洲奖学 第二年 他们在新西兰基流岛 买下了一所房子 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有人说 顾承在那里真正找到了 他一生寻求的童话王国 1993年10月8日 一个温暖的下午 顾承杀死了妻子 随后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在读乎书城的信念 忽然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我们家没有长途电话 叫我赶快到邮局去 给顾襄打个电话 顾襄是给北京的一个好朋友 打了个电话 叫他告诉我们家 叫我们家给打个电话 我就赶快跑到邮局去 打了个长途 顾襄第一句话就说 弟弟不在了 哎呀我简直不相信 因为我跟他妈妈 正在家里读顾承的信 怎么会不在了呢 突然就不在了 在得知儿子离开的那一刻 父亲故宫是惊恶的 眼前凝结的是 顾承灿烂天真的笑容 滔滔的渤海边 一双小手在沙滩上 写满了诗 也有嘉陵江边 儿子满眼的泪水 故宫感到 自己从没有读懂过儿子 他想为儿子去做点什么 2005年在顾承去世12年后 顾宫为儿子整理编撰了 顾承诗选 走了一万一千里路 我们虽然父子 知子莫若父 但是顾承的诗未必 我都能够很理解 去年出版了顾承的 这么多的作品 我看了以后 真是太感动了 我说我过去 跟儿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天天见面的时候 我怎么对他的诗 对他的灵魂 对他的生命 对他的精神世界 我怎么这么 无动于衷啊 这么不理解 我把你的誓言 把爱 刻在蜡烛上 看他怎样 被泪水淹没 被星火烧完 看那最后一念 怎样灭绝 怎样被风吹散 顾承写于1980年6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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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